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福奇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14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铁工厂的作品 第72号的堕落金刚 早些年在网上看到他的图片 就觉得这家伙浑身冒火 言之难 永不放弃的男人是吧 当时我在想说 哇塞 身上这么多火焰特效件 变形的时候是不是要一个一个拔掉 事实上并不需要将这些火焰特效拔掉 也能够完全一体变形 那么它的明显特征 就是这一些火焰的特效 而且它有一些地方 比方说像这个地方 它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 所以这个火你要往哪一边飘 你还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个微调 那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 那当然有一些就卡死的了 身上的这种橘红色 或者就是火焰色的透明部件的话 使用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看上去对整个造型的点缀 有点像是一个穿着黑色盔甲 里头有复仇火焰在燃烧的感觉 非常的帅气 你这个两次你可以转到同一边 风往这边吹 所以火往这里来了 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兵器 一把几乎跟本人一样大的 而不得是跟它本人 不是跟我本人一样大的超大剑 大剑的造型也很猙獰 而且这个剑的话 它就卡住DN 然后可以把DN拖倒 这个造型的话很帅气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把它拿成这样 也是可以类似是一个锤子的感觉 那兵器的一个拿法比较简单 从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必须把它解开 解开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握进拳头里头 那握进拳头里的话 是它的里头有附在这个 拳头里有个洞的 这样子直接穿过去之后 再把它末端扣起来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替换 它的拳头 你看这是握紧的拳头 可是它还有附带另外一组 也是握紧的拳头 但是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变形的时候 这么大的拳头 是没有办法收进小臂里头的 所以说 你就必须要做一个小拳头的替换 那么握持武器的拳头 在安装的时候 稍微用一点力 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拽进去 那一旦拿持双手大剑的情况下 由于它的手臂前后还可以稍微搓动一点 所以做出一个类似于两手持武器的状况 还是能够做得出来的 而且由于本身脚底板比较大 这个人物在把武器拿远离身体的情况下 依然不会有什么倒下的状况 不过这款玩具帅归帅 在把玩的体验上 它可能还是有点欠妥了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兼可动度好了 这个面雕的话 我说它有点像是黑色的铁杂武士 里头是一股火焰在燃烧的感觉 所以它的眼睛跟口罩的缝隙都是橘色的 那胸口的话这里也是一个橘色的透明件 手臂的话三周零度的转动没有问题 造型非常的厚 里头折叠了很多的部件 那上方的平举的话这样就打到头了 二头肌是可以转动的 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 那各位也看到了 这个是它的一个变形时候使用的拳头 相对来说真的气势就少了很多 比较小一点点 然后腰身的话是可以转动的 而且是上半身的这个横格可以转动 然后下半部的话呢 这一带还能够再做一个 就是它上下是两层的 你看它是两层可以动的 那裙甲的话呢 这边往上掀起来 里头有两个球关 各位也看到了 这里有一个类似是所谓的秘密武器的东西 没有那我随便说的 裙甲的话呢 后面的裙甲跟两侧的裙甲是连在一块的这个部件上面 可以动的幅度的话是往后比较多 侧裙甲的话往侧边 提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然后脚的话呢 往前后左右提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裙甲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干涉 那膝盖的话呢 弯超过于90度 脚踝也有一定的可动的幅度 然后脚也有一个接地 脚后跟也可以单独的动 所以这款人物的站立性来说呢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我总和来说吧 这款玩具呢 摆放的一个价值呢 可能胜过你一个把玩的价值啊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以铁工厂的玩具来说 这一款的变形算是非常的复杂的啊 手臂这个地方挑起来之后呢 这个部件等一下是往下放下来 然后呢把这个手臂这里 前后给做一个打开 这个地方 这里前后做一个打开 打开之后呢 拳头要转正 转正的情况下把它给收进去 要用小拳头来收啊 然后呢 这个手臂往下面放下来 这边部件先挑起来 这一块侧边这一块部件呢 就把它挑过来到上面这里 把它给压下去 然后呢 手臂的话呢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转过去之后 手臂的话呢 转一个角度啊 斜过来到这边 先把手臂 先把这个手的话呢 先转成侧边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它给挑开 这个手臂先往下放 再来的话呢 将这个拳头 给收进身体内部去 抓住这里 拉开 拳头给转正 放进去 收起来 这个部件放下来之后啊 这里挑一下 这边部件从侧边过来 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手臂的话呢 利用这个转轴转上去 二头肌转下来 斜下来这样子 推上来到这边 折叠到这里 好了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就暂时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啊 再来它的一个下半身的话呢 我会建议吧啊 裙甲 后裙甲的部分呢 先把它整个往后面 挑出去一点 挑到后面来 然后呢 你会发现呢 它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地方两侧 是可以组合起来的 先扣起来 好 这个裙甲先先到这边 然后我们把腰部的话呢 从上面这地方旋转180度 再旋转下面这一个部分 那这里的话呢 我的建议是吧 你可以先把它给往下面这里 有一个地方 这里哦 这里有个开口在这里 我们先把它给 搓开来 然后再去旋转 这个部件啊 等于是腰部的话呢 旋转 上面转一圈 下面再转一圈 先到这边 再来我们把腿部呢 给完成一个变形 腿部的变形是这个样子啊 先把这个脚的话呢 给 转到这个方向 再把它给做一个这样子的转轴 转轴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部分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里头的这一片 这一片部件原本是 它这一片部件是在这个造型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往下面压下去 推下去之后的话呢 这个履带呢 会从这个地方本来是空的 压出去之后 它这个履带会出来 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腿的话呢 这里做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折进来 也就是把一个腿缩短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脚后跟着这个 这个C型的这个部分 要把它给摁下去 要跟这一块 这个橘色的透明部件的话呢 一去咬合 要有一个咬下去的感觉 咬下去的感觉 这片部件再过来 到这里 这里会有一点点卡到没有关系 继续的把它往下压扣下来 到这边 然后呢 把腿的话呢 是它的这个脚就是从这地方 往斜边打开之后 这边有一个关节 再把它给反折下来 这个是很多 变形金刚坦克形态的 玩具的一个变形方式 两腿都变形完了之后呢 我们刚刚的这个裙甲 后裙甲 这位还记得吧 这里两片组合 侧裙甲组合到这边 后裙甲在这里 它这里的话呢 会有一个凸 这个凸我们把它往下折一下 你会发现呢 跟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形状的话呢 会吻合 我们就把这里的这个凸跟凹 给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一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 人物的下半身的话呢 就完成了一个 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形态 等于变成了一个坦克的车头 这里就算完成了啊 再来的这个上半身的变形 也是有一点复杂啊 我们呢 先把这个部分 后面这个地方给解锁开来 这里 有个锁扣解锁开来 这个地方变形 有点 有一点点小复杂了 有一点点了啊 然后呢 侧边这个地方这里 有一个卡钩在这个地方 把它给松开来 好 整个都给松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整个 上半部这里的话呢 它是可以这样子 再翻出去一点点的 我们先把它挑起来 挑到这边之后 我们把这个头给往后面 这个头给往后面 再推出去 然后头单独的 这一块部件 还可以再翻转 这里 但这里推的时候有点紧啊 第一次翻转的时候 非常的紧 好 先到这边 再来我们把这一块胸甲的部分呢 直接的转 180度转到上面去 这样子转上来 好 到这边 这个里面是一个球形关节 有时候呢 也是容易去分开的 这个时候的上半身呢 已经是整个打散了状态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把怎么做呢 把这个头的话呢 从这里 头这个地方本身可以单独往下面翻下来 再把它整个部件往下面翻下来 把头给藏到坦克的底部 这个时候呢 再把这个原本的裙甲翻过来 前后做一个 180度的一个翻转 这里 翻转 转过去 里头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秘密武器 对我自己说的秘密武器 这个会把它挑起来 到这边 然后呢 把它给卡进去 这个部分 这里的话就是整个把它给 身体要记得把它给打正 到这边 这里的话呢 会刚好可以压在 大概相对应的这个位置 这里 好 放到这边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其他部分的变形了 其他部分的变形呢 是先把这个部件往上贴过来 然后呢 这个部件把它给做一个翻转 翻到前方来这里 里头有一个卡扣可以卡进去 这个地方 转下来 由下往上 把它给扣上去 到这边 由下往上去扣 好 扣起来的最后的话 就是剩下这个坦克的这个割拨了 这个割拨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直接把它往后面推过来 到这个地方你会找 它的一个这个地方 不是有个凸吗 去扣它的侧边 有一个洞 在这里 就把它给扣下去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种 外星坦克式的这种变法 就把这个地方给扣上去 好 这边扣上了 另外这也是一样 这一样的把它给扣上去之后 比较可惜的是 它中间这一带 我找不到它可以结合的位点 所以它真的只能够放成这个样子了 那到最后的话 我们只剩下一个部分还没有处理 就是它的这个大剑 这个大剑的前方这个部件可以拿掉 拿掉之后的话 坦克中的下 目前我是找不到它的一个收纳的方式 再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武器的话 把它给往侧边这里给打开 这里给打开 然后呢 把它的整个部件 这里 推开 到这边 然后往侧边这里 要压下来之前的话 把这个部件给推出来 到这边 这个有点紧啊 把它整个 整个这个武器的话 我就感觉它有一点变形的感觉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两个凸给推到前方来 好 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这里这两个凸呢 就是要用来结合 这个 有两个洞 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 上下两侧是一样的 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 OK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一款堕落金刚的一个 从机器人到坦克车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那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这一款堕落金刚的坦克形态 就一个单纯的坦克来说 它是非常的不符合地球上坦克的形态 它的铝带的部分呢 是H型之外呢 两次还有多了 这个部分 下面没有轮胎 所以它基本没有滚动性 就是桌上一个摆式 如果以摆件来说的话 它绝对是气势非常足够的 上面这些火焰的特效件 那它看起来非常的酷炫 非常的拉风 而它的这些可以转动的这些火焰特效 有一些可以转啊 你还可以调整出你比较喜欢的一个形象 而作为一个坦克的话呢 非常可惜的是 它的炮塔是不能够转动的 而它的炮管的话呢 也感觉略微的短了一点 直接被收在里头 当然你可以把它想像是一个光束炮之类的 那很可惜的是 它的这个武器呢 在坦克中的下呢 我目前我真的找不到一个 可以组合的位置 所以非常的可惜 因为网络上我目前为止吧 我也没看到几个人做这个东西的开箱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各位做一个示范 那它有一个这个配件 目前我也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了 但是就是跟各位说 它就是有这些东西 那么在坦克的状态下 它就是这个地方没有的扣比较可惜 前后都有扣住 前后 后面这个地方 那底部的话呢 它的裙甲就摆在这个位置 头的话呢 是藏在这里 头的话呢 转侧边 一点点没有关系 这样能够放下来 这个 这一根橘色的部分 到这边刚好抵住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以一个外星的这个魔王来说 这款玩具的霸气度呢 绝对是够的 人形状态下 就像是一个体内有熊熊地狱火的黑盔甲骑士 而全身冒着火焰的坦克车 看上去也是有地狱来的感觉 非常霸气的一个玩具 以把玩来说 它可能并不是非常的友好 但是以卖相还有摆饰的一个功能来说 它觉得是非常强悍的 在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